作為一個政府,那個地方的治安,或者人民生命的安全,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。 但是,我差不多一次又一次跟大家報告,在美國發生的大型槍擊事件。 剛剛在2021年6月19日,當地時間下午,星期六,發生了一個槍擊事件。 現在知道最少一個人死亡,有六個人受傷,發生在Oakland的地方,一個叫做Lake Merritt。 我真的很希望西方政府放多些時間、心情,去治理好自己地方的罪案問題。 這樣的槍擊事件,無論如何,都是一個非常不能讓人接受的事。 而現在這樣的大型槍擊事件,發生得到頻密程度,幾乎每個星期最少有一次。 而從統計上說,有些人不知道來計算。 根本每一天都超過一宗這樣的事件。 這是不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? 政府是否應該負責任呢? 我們要看一下 revealけて,呢? 我們應該負責任。 我們應該負責任。 谢谢观看